专达自白江号作者阿本坎球早前,亚加达亚越会南篮小组在结束,也产生了八强球队,四分之一决赛将在8月27月进行,中国南篮的对手将是东道主印度尼西亚队。 此外,对于中国南篮来说,还有一个重大利好消息,就是韩国南篮与菲律宾南篮将迎来对决,在本届亚运会上,韩国南篮与菲律宾南篮的实力也不容小觑,菲律宾南篮拥有NBA骑士队后的乔达克拉克森,韩国南篮则是拥有规划球员里卡多拉特里夫,可以预见,双方将上演一场艰难的战斗。 不过,对于韩国南篮规划球员拉特里夫来说,他却并不担心,并且还透露出一丝兴犯,因为这将会是他首次在国际舞台迎战菲律宾,左右一场均32.220.8板下降,看完你就知道韩国,菲律宾南篮谁更强。 拉特里夫相信,菲律宾将会是韩国在亚运会,必须跨过的一道高潮,虽然对手实力强劲,但是他相信自己与队友,已经准备好这场大战。 我觉得他们打得非常好,但是我对我的球队也是信心十足,这将会是一场实之力敌的比赛,这场肯定会是一场有趣及自己的比赛。 Qual,这位29岁的美国中锋,在周三战胜泰国后第一次采访中看看而谈说道,拉特里夫过去在2016和2017年分别,又代表过Star Hot Shots,参加总督杯。 但是正式被韩国规划后,他也宣布往后,不会再有机会回菲律宾打PBA连赛,这位203公分高的中锋随后也很开心,可以在球场与之前的队友交战。 他说道,Qual,我个人会期待与Poly,James Epp,还有克拉克森对战,我之前在菲律宾打过球,和他们也非常亲近,甚至像Stanley Pringle也是很要好。 我想要和他们来一次正式的比赛,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 Qual,值得一提的是,拉特里夫在菲律宾联赛堪迪NBA张伯伦的存在,当年他在菲律宾联赛,场均可以得到32.220.8篮板,而早在美国大学的时候,拉特里夫和克拉克森就有当过短暂的队友,双方都代表过密苏里大学打过NCAA, 拉特里夫也表示,现在的菲律宾在得到克拉克森之后,在对上中国的那场比赛,已经明显展现出整体的战术与战力都变得跟以往不同。 Qual,我那一场是现场看重飞大战的,我觉得菲律宾南来的表现非常突出,尤其是拥有克拉克森在队内,毕竟克拉克森他适应多种不同的位置和打法。 Qual,最后,拉特里夫也表示,他将利用本身在PBA联赛的经验,来和目前的亚运会队友沟通讨论,让他们知道菲律宾队内哪些球员的心性与管用招数。 Qual,我都和他们队内很多球员交手或合作过,所以算是蛮熟悉他们的个人打法。 Qual,我会尝试让我的队友知道我所知道的东西,希望这些在比赛中会有帮助吧。 Qual,虽然拉特里夫与菲律宾南来源源拖身,不过对于韩国南来和菲律宾南来来说,双方算是宿敌。 Qual,虽然最近五年菲律宾南来表现出色,可是对上球封严谨且纪律性高的韩国,往往都是处于下风的一方,而且菲律宾南来本身战术文化,在防守上时常都会摸摸人的情况。 而韩国一众外线射手的转度就很惊人,因此最近几次交手,都是一菲律宾斩败伟多。 或许,这也是拉特里夫,并不担心球队表现的深层原因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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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